哈喽 大家好 是我陈驼良 陈医生 Dr. Sepp 今天呢 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CAC COVID Assessment Center的手续 当你确诊了这个COVID 应该怎么做 当你在做筛检的时候 不论你是在私人的医院 或者私人城所 做了这个COVID test的时候呢 当你诚心阳心的话 他们会通知你 然后呢 那个做筛检的那个医院 或者是医院呢 他们就会直接申报 去你的MySearchive App 当你的MySearchive App 得到那个信息的时候 它会出现红色的那个 Notification 当你得到这个红色 Notification的时候呢 它就会generate一个 叫做Home Surveillance Order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HSO 这个Digital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就是说命令 就是一个order 就是一个命令 叫你留在家里 不能出去 就是要quarantine 从那一天开始 如果你是第一期的话 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话 你是可以 完完全全 不需要去CSC Center 就可以把10天的quarantine 慢慢的在家里度过 到了第10天的时候呢 它会在你的那个MySearchive App 会出现一个 Releasing Order 那就是一个Digital Search 就是说证明你已经出关了 这个Digital Releasing Order 它会在三天里面会不见的 所以你一定要切记 一定要Screenshot下来 就是说把它留下来这个底 如果是没有的话 你是找不回的 如果你是说 你是第二期的话 就是说你开始发烧 上风磕瘦 或者身体疼痛 你就是第二期 就是Catholic 2 当你是Catholic 2的时候呢 你需要walk in 就是走进那个CAC的那个Center 就要去那边拿这个 Home Surveillance Order 这一封信 好像传统方法 在你的MySearchive App里面 也会出现这个Digital HSO 就是Home Surveillance Order 它就会在那个 我们的Profile那边 你看一看 有一个叫做Covid Test的那个地方 在你的Profile那边 会出现 也可以Screenshot下来 可是呢 在第10天的时候 当你要出关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在 在去那个CAC那边 拿这个Releasing Order 它在那个MySearchive App里面 也会出现这个Digital Releasing Order 可是呢 问题是说 你去那个CAC 是拿那个通信是比较安全 是因为在这个 MySearchive App里面 那个Releasing Order 会不见 如果当你忘记了 Screenshot下来 或者是不见的时候呢 那就有点点问题 它会导致你麻烦 就是当你要打疫苗的时候 他们会问你啊 你有进过Quarantine吗 有的话你的Releasing Order 在哪里 当时你如果是可以 可以收到这个Digital App的话 就没问题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你就需要 最好是有收一个 我们叫Hot Copy 就是我们那封信 就从那个CAC的Center拿 当你去那CAC的Center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预约 你直接就可以Walk In就可以了 好 当你是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的话 你都需要直接到这个Hospital 就是医院 直接接受检查 不需要再去CAC这个地方 好 我希望从这个很短的短片里面呢 就可以告诉你一些重要的讯息 好 谢谢你们 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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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